哈囉大家好 我是怡芙 現在在賽翼車站 其實我還沒有決定好今天的目的地 因為我今天打算住台中 明天繼續走 所以今天沒有什麼時間壓力 我們就走一站 帥一站 反正不想走了就跳上車 去台中住一晚 明天繼續 這附近好像有老街 先去看一下好了 廣盛老街 好像沒什麼人耶 喔 欸 彩繪的樓梯 這階梯看起來很多街 我們就不爬了吧 好啦 這些算景點 有拍到就好 這裡的老街感覺很多老街耶 沒有什麼 當天的感覺 腦袋已經被制約 覺得老街就應該要 很熱鬧 有沒有人規定老街一定要很熱鬧 今天因為我還有過夜的行李 整個背包重好多喔 今天是負重訓練 兩年前 就每天都要住宿 我也是背大概這麼重的背包 差不多五六公斤有吧 其實我背包算輕的了 有些人還會背帳篷 那個十幾公斤都有 我爸不倒 那些人太強了 應該之後都會改成直接住宿 連走兩天這樣子吧 就已經過了台中之後 交通時間也被拉得滿長的 就這樣走也是稍微有花時間 我看起來去木雕街是順路的 過來三億了 當然要看一下木雕啊 我們去木雕街逛一下好了 就在夏天也走過了 冬天也走過了 我覺得我好像可以整理寫一篇 冬天環島跟夏天環島的比較 好 大家如果有興趣留言的地方 敲碗 我再來決定要不要寫 看到一個很酷的東西 這什麼變形金剛嗎 這什麼店 大家看來聽不懂 有點逆光 看起來店都沒開耶 太早來了 有點可惜 店都沒開 Windowshopping 還有一個很甜點 要去找一個人 來看起來 很可惜 看到一個很想要的 但是今天還可以找到 這個多少 一百塊就好了 一百塊 對現在人家都賣一百二了 啊這個咧 趕快 就是這一區都是一百 對 然後那個五十這個五十 這個現在就那個什麼健康2.02在介紹啊 做腳底紙壓啦做按摩 就像這樣子 就是波筋的意思 這真的是還蠻管用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客人在找 欸我們自己用到 欸真的還不錯 比起腳齁 腳趾的話有沒有 嗯 一般我們比較不會 比較按不到 可是你用這樣子 你剛剛壓下去就知道 你就知道 真的是有做 有弄到穴位 嗯 然後我買這隻 好 遇到我已經開的小店 買了一隻 配腳底按摩的 指壓棒 剛好有看到就買了 我不是亂花錢喔 呵呵呵 但我買走 我買了很多 然後就買了一個 吃飯 所以你買了一個 那她其實不買了 因為是非常有的 好 在0.3 但我買了一個 比較是不平衡的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 畢竟盛星车站也是蛮有名的景点 就想说是应该去看一下 但是我查了一下地图好像不是很顺路 而且我以前有去过 我想说那种地方人都蛮多的 现在秋冬疫情比较紧迫 我们就Pass它好了 我们去泰安的洛宇松林看看好了 那炮炸花长得真好看 好想拍手照 这是要怎么出现呢 要过去吗 我跨过去了 有点小距离 台湾人行道真的每次都设计也很奇怪 都把行人倒到这里来 然后到底要怎么出现 然后再摆个板子嘛 我不是太敢跳耶 这个好危险喔 如果我的背包很重 没有背包的话我倒不过去 好啦 先下去再上来好了 这有点危险 这上去吗 等一下这有点高 这有点独装 好恐怖哦 很恐怖哦 正好有色系给谁做 啰嗦 好痛喔 今天就會脫離苗栗的範圍 進入台中了 最後一段苗栗的路程 好好欣賞一下沿途風景 我在台中 念書就要工作待了七年 但其實我大部分都只待在學校附近而已 所以其實台中我也沒有很熟 不曉得會有什麼驚喜 還滿期待的 太久沒有 負重走路 我現在腳有點痛 有那種腳底壓力很大的那種感覺 負重走路對膝蓋還有腳底的壓力就會大很多 兩年前我還有用病骨帶 然後襪子也是比較加壓的那一種 畢竟天天走 就是要我比較加強保護 我今天我是想說反正就走個兩天 應該也還好 好 我錯了 該有的保護還是要有 我覺得我的膝蓋有點痛耶 糟糕 等一下我該不會誤闖高速公路了吧 好恐怖喔 天啊 看到機車有種安心的感覺 這表示我沒有走上高速公路了 反正我們就趕快通過這一段路段吧 這樣好危險 前面看起來好像就要進去市區了 耶 終於有編了一雙店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我覺得我的腳好脹 然後手也被背包壓得很脹 有道田耶 那還滿漂亮的耶 這條路還太危險了 不適宜停下來害兆 望遠 等一下水到天 好啦 有看到就好 不要難看 那我就一直在捱 我發現我不知不覺就走到台中了耶 現在已經在台中了 好 要去那邊休息一下好了 好 我們休息的差不多了也該 繼續出發了 我本來是想要去 泰安車站附近有一個落雨棕林 我本來以為這一種自然風景可能人比較少 但我錯了 我剛才看了 那邊居然是遊覽車會包團直接去的地方耶 天啊 好啦 為了防疫 我們就不要去人擠人了 反正苗栗那邊我們走了這麼久 台中稍微趕一點進度也沒什麼關係 我們就直接殺到楓原去好了 這樣就稍微小趕路一下 我想要盡量趕在3點前 可以到楓原 現在是12點半 3點前到楓原應該沒問題吧 我覺得如果我第三次環島的話 我一定要選海鮮 三鮮一直爬坡好累喔 但是這種事情沒有來走過三鮮 我也不會知道走三鮮這麼累 所以沒辦法 必經的過程 然後現在知道了 下次就都可以排除它 太累了吧 我肩膀好痛喔 其實如果不戴電腦的話會輕很多 可是我就很怕晚上如果突然有工作進來怎麼辦 我不敢不戴 安靠工程師的悲哀 還有一個半小時才會到楓原 我覺得差不多就可以找地方休息了 肩膀真的被壓得很痛 全面看起來店家蠻多的 希望有便利商店可以讓我休息一下 剛剛想把背包放下來 我覺得回家除了鍛鍊腿 還要在家鍛鍊背肌 背一背我的肩膀就超痛的 太好了 便利商店 進去休息一下 我休息了一下 肩膀比較沒有那麼痛了 繼續走吧 我覺得兩點好像氣溫就已經有一點 開始下降了 真的要加快速度了 不然等一下會越走越冷 前幾個星期我都中午就坐車回台北了 沒有想到居然兩點的時候就這麼冷 已經沒什麼太陽了 真的冬天可以走的時間好像也不是很長 我來休椅子 稍微休息一下 對面那一座紅橋滿好看的 我查一下地圖 我覺得這邊好像沒什麼人走的地方 看能不能走 讓我看能走 我看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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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比較有 快要 所以我也想要看得到 我看能不能走 我看能走 我看能走 就像那個很遠 跟我們有這個地方 可以走 差不多3點以前可以到的 果然背了一個很重的包包 還是會影響速度 好剩幾分鐘可以到 16 好啦 應該再努力一點就快到了 其實我有點發抑 我明天還有沒有體力走 連續走兩天 應該今天要保留一點體力 我今天就衝刺了 好啦 反正明天如果真的走不動 就意思意思的走一個車 這樣也沒什麼關係 反正前面在苗栗已經有這麼多的星期 都是只走一個車站 在台中也這樣也沒什麼關係啦 我現在腳底板很痛 等一下去旅館的時候 要貼痠痛皮膚 看到有外科好想借一台喔 不行 我可以想要走多久 13分鐘 好吧 應該是很近了啦 我就跟U-Bike說Bye-Bye吧 U-Bike Bye-Bye U-Bike Bye-Bye 在公園拍照前好像毛好看 就過個馬路拍一下吧 就過個馬路拍一下吧 趁著等過馬路的時間拍一下照 不要浪費時間 快到了 我預感已經快到火車站了 這附近的街景 看起來就很有火車站附近的感覺 在8分鐘 最後的最後 然後來個環坡 我看到風原車站 太好了 等一下左轉就會到了 我現在有點歪卡 腳很重 好的 我們到目的地豐原車站了 今天走了5個小時21分鐘 走了23.1公里 那就明天繼續走了 掰掰 掰掰 有 有 有 好 正常名仔細 好 正常名仔細